歡迎收看小明星 各位攝影師們 你們想爆咧 可以幫我們雙手借給我們一下 來 讓我們一起來 好 辛苦上來 也不給我們拍手一下 來 我們親一下 好 開心 好開心 你知道今天有誰嗎 魏德聖公園 你知道他的票盤都是多少 上億的 還叫七億 有三億 七億 八億 所以來要九億 十億對不對 對 所以你的掌聲不夠熱烈 我們沒有辦法起飛 億萬票盤的導演上來 我們再次面對掌聲好不好 但是啊 我告訴你們 今天啊 很特別 不只說那個導演來了 還有一個人也來了 他是誰 沒有這個人 有導演 沒有人去做這些製作 沒有人去監管這個預算 怎麼會有意外票房呢 我們今天非常地高興 除了魏德聖導演之外 我們的黃智霓 今天我們請他一起上載 第二項上載吧 VIP VIP 都的VIP 阿蘇華 確定堅持 從1998年開始 從30秒場面 一直到現在 都是大紀錄的 我們建制台灣電影的幕後 有一首 幾天 我是今天下午才到晚 可以這樣子 然後能夠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見面非常的開心 嗯,我自己是大概那年左右跟北大 在拍一部那個,就是美國這邊的Sony Peruvia到台灣 一起做了一年電影叫雙風,之後我們互相認識了 那,我,因為我講話想說 然後我大概講一下,我跟他直接在我跟月經頭的這個意思 那個,一開始我們還以為人家說,我們那時候就有點緊張的玩笑 就覺得說,開了雙門之後好像覺得那個,拿大的製作 然後我們就會拍下一個巴掌 結果,我們就開始出去跟他講說 我都沒有拍過電影,但是我有一個很好的鬥感 要下一個巴掌,請你同事我,六百萬平均 讓我們來,坐下一個巴掌 那我想,人家當時當然也很客氣 就是我們環境,可是背後也想說,進了點子下場 因為都沒有拍過電影跟我說,要做那麼大的製作 因為那時候台灣的電影的,呃,製作預算 大概只有兩百萬平均 開頭跟他要十倍,五百萬平均 那,這個是第一個階段 所以我們,當時呢,我是也在忙其他事情 然後就這樣子的一個,一個那個,籌資的過程呢 只是,會覺得說,非常的虛無一方便 可是,心裡面那個意念好像沒有消失 沒有消失 那,一直到那個,拍,拍到七號之後 我當時賣的時候,我就心裡面 我以為打開門會打 然後我就心裡在想說 我就在等他什麼時候會在電視上說 我就是要拍下部隊發展 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他一有錢 他一有錢 他心裡面就有想做的東西 因為馬上就出現 馬上就出現了 馬上就出現了 果然,大概兩三個禮拜之後 開始有起事的時候 他就有點憋不住 跟那個記者講說 我下部電影就要拍下部隊發展 那,一開始我就覺得說 我是,我 所以有選者是跟我說的 他說我們電影會出現一個金銅 就像有足球金銅 什麼運動金銅 電影先出現一個金銅 叫魏格聖的這樣 因為,因為 當時還找不到一個票房可以拿一套 可是其實 這背後還是有一個故意認識的事情 其實要討論一個金銅 其實還蠻困難的 還蠻痛苦的 我,有一段的時間 其實,當時我們找不到果實 就是即使是那樣子 我們就算說話 還是找不到果實 原因是什麼 其實 就是 台灣市場派遣 投資的地方 有大多數 在投資的固定 但那個片子 是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接受的 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要修改巨額 所以我們還是堅持下去 最後呢 我也是 但是,因為剛剛今天看到幕府 我是有辦法發 當時 還在台西的時候 我常常找去 譬如說 很清楚的事情 台灣也在賣一個豪宅 叫大西房 他們是找一個up show 一個越前up show 在他們 我幹嘛呢 我不是賣為有聲 就賣為有聲說 他有多麼 有多麼辛苦 然後 為了 就是 那個 他的影響 其實 為了他的地理 然後現在正在 前線做出來 我希望你的 後期的資源 希望你的資產 那 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他過了一百萬 有所要的票 我們是這樣子弄過來 所以其實 剛剛那時候 比賽特發來的時候 我們在改造前期的時候 從 那個 先賣掉的票 我跟那個 談到的包床 他還是有八千萬 你也是 改造之後 就是 進入那個 結果就是說 我 從有點金頭 可是這個金頭票 做的事情 其實很不容易 不容易 他到個 阿農之後呢 我覺得 我們之後 其實是退了 我後來自己退了 自己退了 其實我們也 他們也激情過後 就是 所有這些 票房的紀錄 各方面 都在 上來的包床 都看到的 到國外 不能一起參加影響 最後 我們在想說 我們到底是在看嗎 其實 那個時候 小魏 或者其他時候的 製造公司 其實 可以 我可以把他 做駕 就賣給大陸 公司 我可能跟他 吊架 一人努力 他們搞不好都出錢了嗎 那 留在北方是在幹部 留在北方是在幹部 那 就是要 我們 辛苦的去 來 阿農這樣 那 所以剛剛 剛剛前衛長在這邊 為了這個 韓慧 在幕府 其實 會有一點多難 其實就是說 台灣人 其實是 他 他 對上 小魏 現在為了 他 我也不敢說 他現在要做的 其實 說實在話 有個電影公司 其實在 一個電影公司 在 全面的三部電影 是 空前 台灣地 從來沒有過 這麼厲害 其實 掌握要走路 這個電影公司 但是 我覺得 有時候 就是 南東 煩蜜就感到一些 這樣子 就是必須 很尷尬 好 我講了一遍 沒問題 還在三個鐘之內 對 來 各位 來 各位 等一下 各位 各位 我現在為您尊重介紹一下 黃智霓 黃智霓 他是 就是台灣的最 最棒一位 監製 他今年 2014年 得到第五十一屆 金馬獎 宣布得主 就是 從去電影的 最佳工作者 我們 以最熱烈的歡迎 然後 也滿感謝 然後 他們不想 來 我們好 大家幫你們手 睡起來 謝謝 謝謝 各位 大家好 我是黃菊燕 我是今天台灣會晚 新任的董事 我也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謝謝董事長 跟董事會給我的機會 或在台上 每次節目 但是我想要求大家一件事 我想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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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們的助長人 長途跋涉 從台灣 來到後餐機 也因為他愛台灣 愛電影 今天我們台灣會晚 才有機會 邀請我們 魏謙氏 魏導演 最佳的編劇 劇作家 來到洛杉磯 我想台灣會晚 非常有榮幸 有這樣這麼愛台灣 又這麼有創作 才來發 藝術天分的電影集賽 我們先給他 做麵獎 掌聲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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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讓他愛照耀他的身上 我 我一輪告訴大家 剛剛我們看示範的時候 我在介紹歸兵念到 魏德勝導演 並沒有看到他 為什麼因為他正在飯店休息 我告訴他說 你要保持清晰的頭打 為什麼要 我們相信有很多問題想要問 對 那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今天呢 我們跟前面的合作呢 會不會有的大部分 第一 哪個部分 是 你們不知道的魏德勝 第二個部分是 我們想知道的魏德勝 這樣大家清楚了嗎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來提問開始 那魏導演很客氣啊 唉唷 我們要演講 我們跟大家觀眾互動一下 既然要跟觀眾互動的話 那等一下也請你們 給我們最大的回應 好不好 好 好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個林彥華 是我們台灣日報特派記者 今天呢 真的是 我是 很榮幸跟董事 中華軍跟董事 一起合作 那我們的第一段部分 呢 那慌亂快答 那慌亂快答呢 那慌亂快答呢 基本上來講就是 讓魏德勝導演呢 就是 一兩句話就來打出 他的這個心目中的答案 那大家耳朵 升起來 我們要開始囉 導演你準備好了沒有 Ready 好 Ready 清醒了嗎 清醒了嗎 比較可以休息 是他要清醒了嗎 有有 那大家我們一起準備好 外面的很快 然後 魏德勝導演 魏德勝監製 請問一下 你最欣賞的導演是誰 很多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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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了 攻擊了也很多 很可怕 不好意思 我的師父 楊登昌導演 楊登昌導演 那你最想合作的導演是誰 楊登昌導演 你在嗎 我最想合作沒有 沒有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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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請問一下你最喜歡的 亞洲導演是誰 我最喜歡 那活著的 活著的 日本的一個年輕人叫 四肢育盒 四肢育盒 好大家 那哪位導演 印象最深的 按理方式的標概嗎 就 楊登昌導演 其實我每次都是用他來當 有點在跟 用他的助手 有點在用 跟他競爭的方式在拍戲 我想他再介紹 你們非常感到欣慰的 好 那再來問一下 你和里安導演 國際大導演 里安導演 這塊的不同是什麼 呃 他 他懂美國 我不懂 你懂台灣嗎 對 他懂台灣吧 他可以懂這一下 好 請問一下 泰哥哥里導演 最相似的地方 最相似的 最相似的 都 都不小心被老婆養過 都被老婆養過 你被老婆養過的男人 最相似的 最相似的 對不對 幸好美女 也好來 那我們再接下來 請用一句話來講 你自己 我自己 就是 講故事的人 講故事的人 他們會講故事 但是 台灣歷史 而且你看 你用你最喜歡的作用 又是什麼 作用 就是 一球入魂 沒有 沒有那麼激勵 沒有什麼 沒有那麼激勵 球就不會輸給自己了 永不忘記 萬事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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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獻給我們的觀眾 好 好 好 再來一下 一句話 你剛才說一下老婆養過你 你最想和你老婆說什麼 在 在 繼續養你嗎 在 你給我一次機會 這樣子好了 我們也要聽他老婆好不好 好 OK 好 我們一定會幫你老婆說什麼 好 再來 請問一下 你最喜歡你老婆什麼 這個就是答案對不對 她很愛笑 她很愛笑 女生 女生 好 我不會去跟她老婆說的 好的 來 再來問一下 你最想看 觀眾說什麼 觀眾說 我們的電影真的讓他們看 哈哈 我們今天有看過了嗎 今天有看過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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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誰要問 DVD要八十了 應該是一月 一月 一月 而且一月要在日本 我可以幫你八十 對 而且一月會在日本 在商品 你不可以去 你來看 對 對 對 要不然就在美國買DVD 好 那再來問你一下 你 你最想用哪個機會 來鼓勵台灣的夜 夜 夜 那還好自己講什麼 對 我覺得台灣的電影 最需要的 並不是追求金錢的價值 而是創造時間的價值 所以給台灣的電影一句話 青春不老 青春不老 對 好 那我們來問一下 你拍卡通 我們知道你拍的 應該是有感觸的 拍卡通 去讓你感動的是什麼 就是電影裡面 是我傳遞的那種 不同的種族 所創造的那個團隊的精神 也是台灣目前最需要的這個事情 如群融合 對 如群融合 OK 你第一次做監製 到底痛不痛苦 痛苦 還想再做嗎 不要 不要 你還是喜歡哪個 因為監製 就是你要把找錢 然後壓在別人的身上 不是壓在自己身上 所以就會很緊張 真的嗎 好 就像跟我們不管你意思面上的認真 然後大家也給我幫忙 我們給我們剛剛做捐管的 其實我們會管的找些鼓勵 好 好 那各位朋友你們知道 這個牠弄在台灣是2月27號 也是228節前行 這個上映 可是呢 他再次9月份的時候又安扣上映了 然後呢 第一次上映的時候呢 是三映票吧 對不對 請問一下你再次上映的時候 你想要拿到多少票嗎 總票要多少呢 進行那樣 就是說 連日本 不用用台銭 回本就好 回本我們就有下一次 回本是多少 幾個六億 就是我們製作三億 就是回到三億嘛 因為三億的票法 回來大概是一億 所以 你還要再三億嗎 我跟你講 他的意思是說你們他分裂 你願意 還有其他的收入 還有買錢嗎 那不要怕 好 大家你們就多買一點DVD 年底就上映了 好 那請問一下 你下一部電影想要拍什麼內容 這個接字一再看 那下一部講什麼 我希望現在是可以 不是只有創 就像我剛講 不是只有創造一部電影而已 而是創造一個環境 一個環境 甚至一個永遠的時間 把時間的價值都停留在裡面 就希望拍 四百年前的台灣 大航海時代下的台灣 然後利用這部電影 可以創造一個 永遠不會凋零的環境 電影的環境 一門的空間 這樣子 說起來有點猛狂 這個改靈有機會再講解一下 真經現在是太台灣了 對 對 對 那時候 他一拍的時候 其實就是拍三部 對 一下子就三部 三部 我也是把台灣 已經接了 不夠負貴 不夠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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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再來問一下 卡諾 希望有六項目 然後最喜歡哪一個廠商得獎 那最佳影片 最佳影片就是全部都得獎 好 好 有什麼 沒有為什麼 他最佳影片就是走路 就影片很好看 你應該要看到這家影片拍 來啊 我們要看他講 這個比賽東西 不要太奢求 我們就把當成是額外的東西 就好了 不會倒太可奇 我現在跟你們講一下 100歌舞138部 參加今天第51屆金馬獎 最佳劇情片裡面 只有一部代表台灣 來自台灣 那個就是卡諾 你說要看出鏡子 來講啊 他的金馬獎揭曉 是11月22號 你們再推翻集氣好不好 等一下 我們再推翻集氣 我們再推翻集氣 希望他 是唯一的台灣店 也可以得到金馬獎 最佳劇情講 OK 好 好 好 那現在大家也問了一下 未來你最想拍的是哪一部電影 內術 內術 你可以講嗎 你剛才講下一個就是 就是台灣三副曲嗎 同一部 對 台灣三副曲 那個玩手就可以推修了 那個太難了 我跟你們講 你要講一下說 你那三副曲是哪來三副曲 要不要你一下感動一下 來 有哪幾個組 就 嗯 嗯 一個沒辦法 一句話講完 這個好 那我們等一下繼續去問 給群聶來問好了 好不好 大概記得問這一點 好 然後再來 不做電影的話 你最想做什麼呢 就不要做 就當神 當神仙物好不好 飄來飄去 很快樂 不用 什麼工作都不用做 做電影這次有夠辛苦 你看 你想要不想做的時候 就什麼事情都不要做 好 導演你對什麼自己最有自信 對自己 你對什麼對自己有自信 不知道 他到底有沒有自信啊 你不是說 你是說故事的高雄 對啊 這個不是這個 哈哈 那一切句啦 跟他講他最有自信 其實我覺得是永不放棄 因為不管是拍賽 一刻 不管是拍卡弄的堅持 甚至是拍海角企劃 一畫二樓 這當中裡面的 永不放棄的精神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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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一樣 對 對 台灣一樣 對 好 如果明天世界末日的話 你最想做什麼 不要做 世界末日來到 努力幹什麼 不要做 好 我想說要想也是這個樣子 記得世界末日之前要來看卡弄 或海角企劃 OK 好 如果你裝了美國熱透的話 你最想做什麼 我們真的有嗎 你想做什麼 你想做什麼 就是說有債 有債務就換你 沒有債務就拍下部片 你在家 你怎麼樣 你知道你會起來拍電影就對了 換錢 換錢 換錢要幹嘛 錢不是在那邊花的嗎 換錢 這個是愛台灣的電影人 對不對 那天我們的味道也 你們明天我要掌聲鼓勵 好 我跟你們講一下 今天要樂透 現在呢 今天 兩一 Mega兩一兩 下個禮拜二 就知道有沒有中了 這一個呢 是我們底下的台灣消息送給他的 兩一 他是個外國人 所以靠掉一半就是 一億 一億的話他就可以三千四 對 Tano 他一部片一千萬美金 如果這一張中的話 他就可以拍 十部 OK 你的阿娃三部劇都沒有問題了 我們來這邊我們的味道 謝謝 味道 祝大家 要不要給他擠氣一下 拍手一下 祝他中獎 我們謝謝 連連娃阿娃準備了這麼多題目 我想我們也很想知道 當一個電影人 其實他的過程 絕對很辛苦 大家都知道 剛剛表演說 你電影沒成功的時候 是老婆養 對不對 就在等待的時候 在等待的機會 我想李恩導演一直講說 他很感謝 背後的那個支持的力量 那我們是不是想要知道說 當你這個 為了團弄 我想大家今天很多人看過 他在台灣上學時候呢 事實上你有做很多校園的講座 到處在台灣的地方 跟很多企業 為什麼企業會請你進演講 主要是因為 很能有傳導 放棄 很能很多 那我想為了我們的味道就說 那你走的這一群 巡迴在台灣 跟這麼多人做直接面對面的接觸 你的最大的感觸是什麼 你對這一趟的巡遊跟演講座 其實那種感觸是有點沮喪 老實講 那種沮喪是說 很奇妙的是 我們是拍電影的 我們用電影在傳遞一個故事 傳遞一個 我們所沉澱過的一個價值觀 可是很多企業也好 或者是學校也好 找我去的目的 是要我用講的給他們聽 而不是到西約南看完電影 的一種分享跟回饋這樣子 就是讓我覺得 難道我們努力到最後 是我有名的 而不是我們的電影被認同的 那種感覺是有點 有一點點的沮喪這樣 其實我們花了粉 我們在拍電影的事情上面 是經常在時間也好 在金錢的預算來講 都從來沒有手軟過 就是說該怎麼樣就怎麼再做 就是給 希望給觀眾有一個 怎麼講 你花了錢到電影院裡面看一部電影 會讓你覺得值得 值得你看一遍 值得你看兩遍 看三遍的那種價值 而不是說 就 愛貴德森紅了 愛黃志明紅了 愛馬志強紅了 那想請你們來我們 這邊演講給大家聽 我們是拍電影的 我們不是在這邊 希望大家進電影院看電影對不對 看完就懂我們 就懂我們 要傳遞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這樣子 好可以 我要先問一下現場拍分 今天去看電影 你覺得很感動的 熱烈掌聲一下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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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去而已 還在拍電影 還在拍電影 有人說這個是我們催淚的理由嗎 應該說 催淚的原因是因為感動 因為溫暖 而不是說 我們去把你刪到庫這樣 是 我們不是在刪動 是 這個故事是真的 它是 都是事實 這個是我們自己 我自己在看資料 自己都看到很感動 所以某感動東西 應該我想觀眾也會感動吧 欸可是 那我要講說 一般我們在拍電影 你都想看到 最後成功的結果 就是拿第一名 可是這部電影 你知道最後結果 他們沒有拿第一名 可是全場的觀眾 在日本的家族園 還是為他們鼓勵 為他們歡呼 不是為冠軍隊歡呼 我想我們很多台灣常常 要出去比賽 不管是打棒球 出去比賽 如果沒有拿到金牌 總覺得很多貨會掉位 那這部電影 為什麼大人家怎麼那麼感動 這是什麼 他沒有拿換成這樣 台灣的命運 好像都是這樣 很難拿第一 但是永遠是 很難搞的對手 這樣子 有不放棄嘛 對不對 來掌聲有不放棄 很難搞的對手 對 但是這就是我們 所存在的價值 我們台灣之所以 到現在沒有被世界 拔對的一個最終的價值 是我們的任性苦情 我們包容力很大 其實台灣很小 如果大家的心胸大一點 可以包容一整個世界 是沒有問題的 這部電影給我最大的感動 還是他們的團隊的精神 我覺得第二名 第幾名 那個真的都不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太過分的 數字 用數字在定價值 你考試第幾名 你分數幾分 你一個月賺多少錢 可是 各位都在美國正正生活 去年奧斯卡最佳影片 是哪一部 有誰說得出來 錢也是哪一部 如果你說不出來的話 那第一名重要嗎 第一名重要嗎 第一名都不重要 而是在競爭的過程裡面 最大的價值有沒有被展現出來 我們是做電影的 電影的價值有沒有被展現出來 這個努力拼鬥的這個過程的那個價值 你的練習的過程 你努力的過程有沒有被彰顯出來 你有沒有 就像電影的傳導的 到最後一刻還沒有放棄 贏了 輸了 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輸跟贏之間 你的態度是什麼 那個東西會影響最後的價值 真的就是態度決定 我們來掌聲努力這一次非常有名的電話 我記得那個時候 之前有說過 現在這裡面呢 最感動的就是 一直到最後 永遠都不要放棄自己 所以我們不管在底下的各位 你們有什麼樣的影響 有什麼樣的夢 我想導演都想要在電影裡面傳遞的就是 永遠不要放棄自己 是不是 唯一我想大家都知道台灣的太陽花學運 對不對 太陽花學運發生的時候 剛好是三月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你的電影是在上映對不對 對 那後來你為什麼願意讓太陽花學運 在立法院可以看你的這電影 因為那時候學生那邊 還有一些社會團體都希望我去說的話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話 我也不會說 也不善於 因為我講大家都知道的話 好像講的也是白講 然後感覺好像是去那邊 做秀一樣沒有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跟他們討論就說 要不然這樣啦 我們是拍電影的 那我們能夠做的 最大的動作大概就是 把我們現在還在戲院上映的電影 拿到立法院裡面 做一次放映 然後讓我們也看 看能不能也激勵這些學生這樣 其實因為到最後那個 那個學運的東西 被整個社會的節目有點變很調 變調 重點是在反服貌 而不是在鬧學運 這個東西改變了 那個那個社會上 對這個訴求改變了 所以我希望透過這部電影 讓他們知道說他們不孤單 很多人是懂他們的意思的 欸我們不孤單 我們會搭飛搭 有過我們的年輕學會 我想當我們今天大學 你們今天 你跟我們當時 那個時候 有碰到延百人的時候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我比較 比較遲鈍一點 哈哈哈 那時候你在醜釀 那時候你在鬆弄熄熄的 推到我們的太陽花學院 我想在拍電影的時候 大家可能常說 欸你得了很多獎啊 票房都很好啊 可是你每一次在拍這麼多意外 票房說你壓力應該也都很大 那個 閒子的壓力比較大 哈哈哈 那時候他要投你啊 所以他的壓力比較大 對 對啊 像你在這部電影 你用了很多素人 我想今天 演藝人都知道 其他裡面很多 有的真的是抱球學者 你就是把他們訓練出來 全部都是幫你 對他們就不是演員嘛 對不對 對 但是我覺得我們用的不是素人 因為我們用的是專業的人 是叫做 專業的球員 來當演員 因為我覺得說 海角七號也好 塞德克巴勒也好 也好 就是說我們找都是專業 比如說 海角七號找都是專業的樂手 音樂人 來當演員 對 然後 塞德克巴勒也好 找真正的 原住民 而且是泰亞 或是塞德克組的原住民 來辦演他們的角色 這樣子 然後這部電影也是 因為我都覺得說 要訓練演員到會打球 好像比訓練球員會演戲還大 其實我有看過你們在籌碑 這些素人演員的過程很感動 因為他們從不知道怎麼表達 刺激跟他們的臉 到最後他能夠很自然的在拍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 這個就是他們當初 在剛被爭解之後 他們必須要住在一起做團體生活 然後怎麼樣了解彼此 我光看那個就一定開始流眼淚 還沒看電影 但是我就已經流眼淚 所以我想 我們很想知道 被導演在拍電影的時候 有很多觀眾問了很多問題對不對 那我們請電話來 我跟妳說 今天這個 我們想知道的位置 剛才是我們不知道的位置 你們有了解一點的 現在我們要 我們想知道 就從我們觀眾自己出發的 那我們有請了很多的路人 等一下你們看 只有我的老公跟那個女生在一起 你們不要怪我 不要回去家庭 那個是路人 我們沒有搞身材 真的抓過來好不好 好 那等一下我們來先放VCR 但是呢 我跟你講 要這個起伏的位導演 拿這個拿話去切 我們要先給他來個集氣 反正這今天一路 就是要跟他集氣對了 來我們來先放 我們的Cheers 一個集氣畫面 來我們來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我們的部隊 來 大家按著再一點衣服 我們今天都看看 可以帶集氣 在你們現場當中 你們要不要拍得到 我們來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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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聖招員 我靠 我們給你靠 我們給你靠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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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聖招員 我們來看一看 為了聖招員 我靠 我們給你靠 好 導演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來加 很有愛心 有有有 沒有喜歡 謝謝 我們現在先聽一下 觀眾第一個提問 是什麼樣刺激的問題 白狗是靠有彩虹的嗎 賽德克巴白狗像彩虹 你心目中的彩虹是什麼 你們看一下 不知道那個是什麼意思 我來解釋一下 那個 你知道 那個海角企畫 有看過的人就知道 那個女主角有點不哭啼啼 然後裡面有一個 日本的歌星就問他說 你看到彩虹了嗎 然後呢 賽德克巴黛裡面呢 最後走向的是彩虹橋 那這個電影裡面 就像說 吳宇森導演 他又用鴿子做一個象徵 所以呢 我們就來問 導演 你心目中的彩虹是什麼 就是族群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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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七彩的光輝 但是看起來 對 就是希望每個族群 都保有自己的顏色 而不是把它混合在一起 就是保有自己的顏色 然後一起和平的放在一起 那我覺得台灣本來就是一個 多族群的一個地方 如果說這些 這些代表每一個族群的顏色 可以整合在一起 那會是一個很漂亮的餐 這就跟我們台灣會玩終止和諧是一樣 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來看看第二題目是什麼呢 謝謝 你曾經在太陽華學運放映KANO 你對學運的看法 還有你的台灣的未來是怎麼樣想的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衛島非常地支持我們的年輕學子 也讓我們的KANO 都在唯一的配線裡 有史以來地在國會殿堂上放映 那天我想大家看得都非常的感動 那你對我們的年輕學子跟學運動 其實我對這種事情老實講 是真的比較尺度的一點 我都是被帶著走的 我很少是特別是這種 比較社會的一種運動來說 那一次我是有點感動是說 這是一種很年輕的一種自覺 自己覺得狀況不對 狀況不是 就是他們開始會 我覺得他們比我們還要了解很多的事情 很多事情是我們自己看不清楚 然後他們會站在一個比較 你想這些學生 我只是一個比較單純的想法 這些學生服貌不服貌 對他們來講也沒有直接的傷害跟衝突 可是這些人還願意站到那個地方去做這個動作 他要付出的代價其實是很大的 一個單純的人 他願意付出那麼大的代價 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而且不是一個人 是一大群人的時候 我覺得永遠 學運會給人家覺得那麼有震撼的一個原因 是出發點是很單純的 為了社會 為了社會 為了台灣的一些美好的 為了好 才去做的一個反抗的行動 但是 往往他們都會因為年輕而被認為說 你不懂 這是我比較 有時候會比較難過的地方 就是說 說年輕嘛 不就是 單純的力量是最美的嗎 為什麼要說 他們不懂 年輕人有最單純的心 對不對 他們單純的為台灣的前途擔心 他們希望為台灣發聲 所以我們來掌聲鼓勵 謝謝我們為了 他們支持我們台灣的年輕選舉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第三題 是什麼呢 賽德特巴萊是真正的人 那你覺得真正的台灣人是什麼人 真正的台灣人是 那我先打查一下 為什麼他們會不會問這一題 1930年的時候 賽德就是發生了霧射事件 那也就是現在賽德特巴萊是由魏導演他拍攝的 1930年是一個很大的事件 他們所謂的抗日事件 原住民抗日事件 1931年的時候呢 卻有三組共和 這個就是這個棒球隊 就是卡龍 1930才差一年而已 對不對 那你說 真正的台灣人 你從國才看到今天 我相信你的格局應該是這樣 你覺得真正的台灣人是什麼 他的條件又是什麼 我覺得 雖然 海角七號 雖然 賽德克巴萊 還有卡諾在講都是族群問題 都是血緣的問題 但是 這也是台灣這種多種族的一個 一個社會裡面最大的衝突 都是血緣問題 血緣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 血緣的問題也是對的 但是懂了了解了 你帶著你的血緣的文化傳統來 你知道你背負什麼樣的使命 你知道 你擁有什麼樣的優勢 可以了 接下來要思考是 怎麼 合作 創造 地緣的價值 土地 這個地方集合起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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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的價值 對 你跟一群人 帶著不同的血緣 來到這個地方 怎麼合作 創造 新的傳統 再往下走 一百年 兩百年 三百年 我覺得那個才是最需要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真正的台灣人 很簡單 就是在這個地方生活 放下彼此的血緣問題 一起創造所謂的 台灣的價值跟地緣的這個 這個 這個關係 掌聲鼓勵心想要發聲非常好 我們大家都說在這個台灣人 就這樣 為何協和他會告訴我們 那再來看我們下面的一個題目 我要問的就是 為什麼 靈魂有這麼強烈的心 把台灣的歷史 尤其是這些 無人所知的歷史 拍攝成電影 給大家看 因為這些歷史 我相信大家都是從小在課本裡頭 沒有學習到的 那 這就是我的問題 謝謝 這個問題就是 塞德特巴萊 其實在我們的國中歷史 我高中歷史 其實只有一兩兩次 就是物色世界 那卡諾這部片呢 根本也有都沒有 都沒有這個東西 你們也不知道 你們知道應該就是從夜掃放 對不對 從夜掃放 那為什麼他現在一直這樣拍一些 我們不知道的台灣歷史呢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為什麼要這樣拍呢 其實原本的動機是很簡單的 就是因為這個故事很精彩 然後因為這個故事 我覺得很有衝突性 然後很有值得被介紹給大家 認識的一個女人 這樣子 那 但是我自己自己放在心裡面的想法 是說 嗯 就是延續剛剛的那個話題 就是我們被 台灣的民眾 特別是現代的文明化的這些民眾 被 怎麼說 被現代的這種 這種 這種很虛無的這種價值觀 給捧綁很久 特別是台灣的這種種族問題的 就是你不覺得現在的台灣的年輕人 沒有 沒有所謂的是抱負 沒有目標 目標 沒有存在感 沒有存在感 到底我是 誰 我每天在跑步 到底我是在跑一條路 還是像一隻松鼠狸一樣 每天有在運動 可是在像跑步機一樣 每天只在原地跑 沒有前進沒有後退 就是每天在做 沒有意義的 你沒有視野 所以我覺得 人真的要有歷史觀 才會有存在感 要不然的話我們的生活 都好像每天只是在過 一層無邊的空轉 你有專業 你付出你的專業 你付出你的努力 可是你還是在原地 還是在原地 你沒有一個前進的方向 沒有一個大的方向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活著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 要往哪裡去 如果有一個歷史觀就不一樣 他知道自己存在的定位 然後他的目標 然後知道歷史的原因 你能夠往前走 他就會知道我是一個 活著的人 活著的人 活著的目的在哪裡 活著的存在感 活著的根在哪裡 存在感 我覺得就是存在感 我們台灣開發的根在哪裡 有嗎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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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永遠不在乎 我們相親的故事 對 在我們的心裡 好 剛才有弄到一個題目 就是第四題 Question 4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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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放下一個題目 沒關係 韓小七號 阿嘎的姆麥 如同台灣現在的年輕人一樣 衛導請問你會如何 讀了我這一輩的台灣年輕人 欸我要先講 衛導還很年輕嘛 對不對 對 對 要鼓掌嘛 他是不是很年輕 好像是很年輕 他現在很年輕耶 他現在很年輕耶 你跟我是同一個年輕人 他們看起來就像三十歲而已嘛 對不對 對 我剛看了一下我跟Mucky的話說 欸 你要當著講的 你看 Nike的Johnny就上來了喔 好像都沒有 沒有在想 都沒有正在表他 純真的粉色 好 呵呵 來給我們一下年輕學子 給他們做這個 年輕人有什麼樣的建議 你拍影片都有日本人 有人 等一下 Nike等一下 Nike比較刺激 OK 這個 這個 給年輕人什麼建議咧 嗯 嗯 底下有年輕人很大 有喔 有 那邊看到了沒有 對啊 雙手 要給他們那個 來 剛剛我們的 三天 台灣的那個 都出了年輕人來 一樣 等一下 他講得很好 你們要拍手拍大力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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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這整個 現在的整個社會的型態跟價值觀 努力的東西有一點 有一點弱 就是說 跟之前的年代不太一樣 這也許是我們 我也不是終身帶來講 也許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沒有努力創造出一個很棒的環境 讓你們有很好的目標可以去開發 所以 我們也會努力 但是你們可能會更辛苦一點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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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放棄 就是 可能我們幫不上你們 環境要你們自己創造 很抱歉我們沒有創造出一個環境 給你們有更新的方向這樣子 不過你們有放棄對不對 跟KNO一樣好 你們會繼續努力對不對 前輩的年輕團長 你們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下一位 對 第四題嘛對不對 沒關係 看你放哪一題 我們就講哪一題 你拍的影片都有日本人 有人說 你妹是 真的嗎 你會想到今天去看電影的人 很多人都有 剛才是有點擔心 帶著子米狗啊 阿兜啊 聽話怎樣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百分之八十分之文發音 然後半個月朱鳴發音 然後後來那小孩看得出很有趣 因為那個 caption還是還不錯 但是 為什麼你選擇這樣的方式 你妹妹嗎 妹台啊 妹台 妹台 我覺得有時候 很多很多人的心態 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拍的每部片 都跟日本人有關係 那為什麼你們的視野那麼小 你會不會覺得說 我拍的每部片都跟台灣有關係呢 對對對 謝謝 因為 就是我剛剛一直在強調這個存在感 因為我們台灣 在台灣 人們的存在感不夠 總是要 只要有一點點跟什麼承善關係 就是妹誰 跟中國有一點關係 就是妹中 跟日本有一點關係 就是妹日 然後跟哪裡有關係 那你告訴我 台灣有哪一段歷史是屬於自己的 誰可以告訴我 台灣有哪一段歷史是屬於自己的 那我拍哪一段都妹誰啊 對不對 下次你要妹某一段 對 所以 這是我自己的 一個比較 反駁的一個想法 但是 就題材的選人上來說 我自己覺得說 我剛剛聽說 台灣的文化系統有三個 我先講 台灣的文化系統有三個 三個自賣 一個是原住民的文化傳統 一個是 漢人移民的文化傳統 另外一個是 外來殖民的文化傳統 剛好構成了台灣的 多種族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社會 集體的社會型態這樣子 那這三個種族 這三個社會型態 交集的時間點 近代史裡面 交集的時間點 是在哪裡 就是日去世紀的台灣 那為什麼 日去世紀的台灣 又更精彩是因為 那時候 剛好又是 東西方文化交會的 一個時間點 所以 開始有追逐 流行文化 西方的流行文化 開始進到 進到東方來 所以那個交會的時間點 是 是更熱鬧更精彩的 所以 以這種 這種 三個族群 三個大的族群的會合 跟東西方文化的這種 會合裡面 是不是它的衝突 矛盾會特別多 對 所以就有了戲 戲劇就產生 戲劇的最大的 起點就是 衝突 那衝突的原點 一定是語言 從語言開始 每一個族群的衝突 一定是從語言開始 那剛好我們可以抓住這些 這些衝突的原點 去描述一個故事 然後卡諾也好 卡諾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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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這樣子 從族群的問題 然後去衍生出 那個故事裡面的 那個核心的那個價值 謝謝 我是講的非常好 因為我覺得這個語言上 就是我們來到美國 我們現在 我發現我的國語 比我的台語好 我現在到英語 比我的中文好 那我不知道下一步是什麼 那我人生已經過了一半 所以我發現這個語言 出現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來下一個題目好不好 好 我們下一個題目 第七天課 做一個語言法定 一定在台灣民間處民主和支援的時尊 好 我來重複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 大家看一下 你認為過程和結果哪一個比較重要 尤其在台灣爭取民主跟主權的時候 那這個題目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唐弄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他最後得了第二名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我記得導演經常有講過說 過程比這個結果重要 可是 在很多的時候 民主主權 這是一條漫漫長路喔 那過程比較重要 還是結果比較重要 難道要破壞 會嗎 這麼說好了 你在努力的過程 你想的是輸嗎 那你幹嘛要努力呢 那所以過程還是 過程重要還是結果重要 當然是我先想我要到哪裡 你才會往那個地方去努力 只是說努力的過程 那個結果動不重要 很重要啊 當然最重要是結果啊 問題是說 這個 這個如果說 如果我們想說 沒關係努力就好了 努力就好了 不是這樣 也不要想說 也不要想說 我們的電影 可能給大家一個誤解 好像說 輸了沒關係 不是輸了有關係 不能 所以我們的 那個電影裡面 那個日本的 進行教練 他在訓練的時候 說一句話 他說 不要只想著贏 要想不能輸 贏 什麼叫贏 你踩著別人的頭 叫做贏 你要超越別人 叫做贏 不能輸是什麼 不能輸給自己 不能輸給自己的意志 不能輸給自己所設定的目標 如果你設定目標在第二名 那你達到第二名 那你贏了 可是問題 你會把自己設定在第二名嗎 你當然是要設定到最 最後的目標是要達成 你不能輸給自己 我要那個 就要要到 那個才是不能輸給自己的精神 是不要 不要一天到夾這樣 把別人拉下來 我們現在社會 最大問題是 每個在位置上的人 只想兩件事 一個是怎麼保住自己的位置 一個是怎麼搶別人的位置 我們現在沒有選舉的壓力 我們還是對面長 你不知道他在暗示什麼嗎 回到朋友 我可以問一下 我沒有認識的話 我們完全沒有認識嗎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我想在底下有很多的鄉親 他們心裡面都有他們的夢 有他們的理念 他剛剛還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我們不要想著 贏這件事情而已 我們要想著 我們絕對不能輸 各位朋友 你們心中對你們的夢想 是不是抱持著絕對不能輸 我們給自己拍個手好不好 別人不可以輸 看下一個題目 看下一個題目 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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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群融合搭配的充足 台湾二方之后怎么化解 这个题目很大 要听阿吴 你就直接讲二方要怎么化解 怎么办 这些搭配的啊 我这么讲 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懂这个东西的人 然后我讲出来的话 只是我个人很想不代表 因为我会紧张 她是电影的人 各位她不是这样 说故事的人 我也不知道评清什么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 也许我的观点不是很正确 但是讲出来就 如果你们不认同 不要介意这样的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跟刚刚已经讲过的东西一样 就是放下那些包袱 放下那些包袱 开始要往前进的时候 要先思考 我们一看卡诺 它是发生在1931年 赛德克巴萊 物色事件发生在1930年 只差一年 一样是族群问题 但是赛德克的主导者 控制的 based 是塞德克 塞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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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设事件的管理者 是个日本警警 是几个日本警 他們的心胸就是下爱的 只有日本才是一等国民 你们 悍人 可是你看卡諾差一年 這個教練一樣是個日本人 但是他帶著心胸是寬大的 你只要把球打出去 你只要打得出球 你只要接得出球 你只要堡壘得分 你就是個角色 我不會分你是什麼足球 我今天不會因為你是日本人 你犯了錯就不處罰你 我不會因為你是原住民 然後你犯了錯 然後我就處罰你到死為止 我不會再就是公平 一切都是公平 處罰公平 獎賞公平 一切都是公平的 所以這些球員們 才能夠沒有那種階級的觀念 一起合作 互相發揮自己團隊 自己的那個 那個族群的優勢 去創造出一個榮耀的團隊 一個榮耀的歷史 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願不願意先放下這些東西 過去的事情已經造成了 我常說 原諒很難做到 我懂 但是你想一個花園 一個開滿花的花園 有一天 有一個軍隊走過去 踩爛了全部的花 但不會全部踩爛 總是還有幾顆還活著 然後一大堆爛掉的那些 浮臭的下雨了 浮臭的爛了 然後這幾朵還活著的花 然後每天在那邊抱怨 說你看 爛得這樣子 我活不下去 我怎麼樣 我怎麼樣 可是 結果他會造成 他的結果會怎麼樣 自己也跟著腐爛 對不對 傷害已經造成了 我們願不願意吸收養分 他們已經用他們的 他們已經用他們腐敗的那些生區 去換取了這個土地的養分 我們願不願努力去吸取這些養分 讓花園再開滿花 就是我們要思考的 要去放下 從來運作的一個努力 我想這句話 政治精靈在社會的人 是不是應該聽 可是他們聽不見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都聽進去了 對不對 由我們自己一個一個做起 好不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題 我們快要解除我們的聲音 最後才起而反抗 你覺得台灣真的喔 你的樹根還重演的樹根 越來越刺激喔 大家看到了 而且他是對台灣的孤獨 非常的這個有感情 有感人 他問了很多台灣有關的人 所以您怎麼看 你從台灣的歷史 歷史你會重演嗎 其實還是真的有點擔心 因為其實我們 特別是我們在看 特別我們在看台灣的歷史 從裡面在找素材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如果各位有興趣去翻這些 台灣的歷史這樣走過來 你會發現歷史是一直在重演 一直在重演 可是 沒有學歸 不管是統治者也好 不管是老百姓也好 沒有學到長智慧 我覺得這是我 所以會不會發生 我也不知道 但是還是蠻可怕的 就是最好是不要 可是就這種歷史 不但在重演 重演 重演的過程裡面 還是會讓你蠻擔心的 因為好幾次的 每次都是遇到同樣的問題 然後同樣的解決方式 明明知道以前這樣的解決 是會出事的 結果現在還是這樣的解決 就好像在等著他再出一次事情一樣 所以 我知道你沒有愛心恨的事情 還是希望 還是希望 不管是領導姐也好 不管是老百姓也好 其實有時候 多了解台灣的歷史脈絡以後 我們真的會長智慧 我真的這麼說 真的會長智慧 心胸會變寬大 學歷史會學到最後 心胸越來越大 而不是越來越小的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會把你們 多拍一些台灣褲子給大家看 好不好 好 好啦 我們 最後一題 我們真的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就越來越重 但是 我們剛才聽過 你有你很多的最愛 你很愛我們台灣 你很愛我們電影 當然會想你愛你的老婆 但是如果不會讓你選擇 那一個是四個跳 那一個是四個跳 你好 我昨天不見了 因為台灣能不能等到 我們 你可以誠實講 老婆 老婆要養你 你一定要誠實的講 要官方一點回答 哈哈 當然是 就跟我們 金馬獎最想入 最想得哪個獎一樣 當然是最大獎 得到台灣 就得到電影 也得到老婆 這三隻接觸 我非常喜歡 一零三隻 一零三隻 還是老婆 對 我叫我們今天 是台灣會館 我們也很感謝會館 願意抽空 在他做國外的訪問 有機會來到我們洛杉磯 今天 我知道我們剛剛 醫師做了很多衣脈 那我們有更重要的衣脈 我們會到今天七次 簽了名的棒球 Kanel的棒球 來 來我跟各位講一下 今天會長帶人來了 騙子也來了 他還帶球來了 要義賣給大家 不是要義賣給他 只要義賣給台灣會館 那我們現在請到義賣達人 也有義賣 你怎麼可以 你自己就上來了 我們給一任院長生下 我們也謝謝你們 來 請會長的留言 這個人 這個我的頭 人家都不跟妳說 我都不跟妳說 好 那今天付款 謝謝大家 很多人支持 好 現在 200塊一顆棒球油